女孩长出了长耳朵 小帅搂了搂眼睛 并惊望去 女孩竟然成了兔子 同学们非常害怕 急忙跑出教室 可老师却非常开心 只因他刚刚说了几句话 学校里的兔子越来越多 就连他同桌都成了兔子 没变身的人会受到歧视 甚至被当作怪物 半年过后 就剩小帅和大壮两个正常人 还被同学们追得到处跑 为此老师专门召开家长会 点名批评了他们的父母 回到家后 让小帅天天吃萝卜 还时不时揪耳朵 屋里摆满了小白兔 牛奶换成萝卜汁 为了刺激眼睛 还把墙刷成红色 可一点效果都没有 在老师长达十个小时的教育下 大壮终于坚持不住 长出了耳朵 老师激动的把他搂在怀里 随后到小帅家进行家访 可看到冰箱里成堆的萝卜 大红色的墙壁 老师还是不满意 每天都对着小帅的头 检查好几遍 这天他来到院子里 看到一个残疾的小女孩 原来她是班主任的女儿 因为天天操心小帅变兔子的事 老师好久都没跟他玩了 小帅听后非常自责 于是买了个兔子头套 戴在脖子上 爸妈非常激动 老师看到后 也是满脸惊讶 带头给他鼓起掌来 甚至还合影留念 可以叫醒来 看到绿色的墙壁 他以为这只是一个梦 却没注意到角落里的兔子头套 那么问题来了 兔年已经到来 你想不想做一只乖乖兔呢